社会关界高雄一家三口生活困境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非常谢谢我们社区邻里的关怀 还有里长的通报 那已经一起协助来处理它环境的那个清洁的部分 那这个案我们社会局社工已经列入关怀 后续我们会先处理家庭没有健保 还有包含生活经济的一些问题 那还有我们看到老太太本身 她有身体退化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会安排就医 还有连接卫生局的厂照的资源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跟老公局合作来协助儿子 做职业技能的培训跟就业 那我们会社会局社工会在跟各界 还有各网络一起来持续关怀这个家庭 同时我们也呼吁社区邻里 如果有发现脆弱家庭有一些困境 可以及早通报 让我们各界可以一起来关心跟提供协助 这些团协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